五分鐘就有三部救護車 緊急開進臺大急診室門口 疫情嚴峻確診數爆量 但臺大醫院企業工會 發出求救信號大喊失手了 與病毒共存 倒霉的卻是醫療第一線 甚至有護理師寧可確診 因為能合法離開地獄班的工作環境 有急診醫護人員寫下 急診室的心酸 抽不完的血 要應對骨折病患 車禍傷者老弱婦孺 就連自己已經居家隔離者 還要出門上班 醫護人員身心都快崩潰 擔心爆發醫護出走巢 但指揮中心表示並沒有聽到 臺大失守的情況 疫情高峰還沒到 指揮中心也呼籲民眾 不要再往大醫院跑 讓醫療量能發揮最大效果 但努力守在前線的醫護人員 誰又能成為他們強而有力的支柱 華視新聞林立廷 洪西域 台北報導